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占量中国,我现在在山东青岛最大的城中村,张春,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半,人好多都是接学生的家长,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走一走张春的街市,感受一下青岛的市井气息。 这个城中村外来物工人员非常的多,因为这里的房租低廉生活成本地,吸引着许多的打工艺组来这里租房。 前面这条街是张春最乐闹的街市,各种小吃特别多,这边有酱香鸡。 好香啊,我都流口水了。 好冷面,灌饼,老北京卤肚。 这边是卖菜的。 这里的蔬菜非常的便宜。 各式各样的美食,琳琅满目。 这边订做生日蛋糕的。 这边有茶叶店。 猪橙烧肉。 香酥饼。 还有卖衣服的。 这边。 这边有熟食店。 很有生活气息啊。 卖猪肉的。 猪头鹿。 猪头鹿。 好热闹啊。 北方的面食。 这个多少钱一个? 这个两块五一个。 跟我来一个这个。 还有别的吗? 不用了。 这边还有月饼卖。 美逢佳节。 贝斯青了。 买了一个米糕。 这边有卖海鲜的。 青岛的海鲜非常出名。 贵族。 美发沙龙。 猪头鹿。 老字号啊。 这里的美食真多。 这边是卖菜的。 何哲的馒头。 武汉的鸭头。 全国各地的美食都有。 凉皮。 脆皮。 好鸭。 汗着都流口水。 前面还有街头歌手。 这条街可以感受人生百态。 白酒。 那里有些。 这边有粮菜。 这边有水果。 海鲜。 桂岩红枣 红枣 龙眼 草获 特别的具有市井气息 兔子 又是海鲜 很接地气 卤水豆腐 这才是老百姓真正的生活 还有服装加工 这个海鲜的品种太丰富了 都不认识 青岛不仅有高楼大厦 还有这种接地气的市井生活 这边是新鲜的水果 这个城东村居住的大多数都是外来的打工人群 这里的消费也是非常的清明的 楼山绿茶 茉莉花茶 脑里装着咱老百姓 这说出了我的心声了 这才是老百姓真实的生活 我们从这个视角看一看 前面那就是高档的小区 并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租进那样高档的小区里面 这边还有下象棋的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哪一个来青岛奋奋斗的外来打工人 不希望在青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呢 但每一位打工者都在努力的生活着 心里张着咱老百姓 这就是山东青岛最大城中村 张春最热闹的街市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重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 大概要这样 Mengenai